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今天是2021年的6月8号星期二 昨天6月7号人民日报发了一篇很大一块文章 作者是谁 陈佩斯 小屁演员陈佩斯 话剧演员陈佩斯 表演艺术家陈佩斯居然会写文章 而且文章写的相当好 这文章写的我跟你说非常值得 与大家一起来分享 陈佩斯大家有数能想 一想起陈佩斯 大光头 特别笑 跟老孟两人演的小品 什么时候看 什么时候觉得有味道 如果说中国有最优秀的喜剧演员的话 陈佩斯绝对是其中的一个 是中国最优秀的喜剧演员当中的佼佼者 陈佩斯 这两天还是弄电影呢 他当编剧 这个人有才华 当编剧 他根据国家广电总局 现在叫广电局 电影局 最新备案公司 电影 戏台 唱戏的戏 戏台 立项 编剧 就是陈佩斯 备案单位是青岛什么 有限公司 讲的是民国初年 军阀 红大帅 攻占了伟平 郑逢呢 郑逢有一个武庆 班 携 名角 叫金小天要演出霸王别姬 不料接连发生流氓姿势 大帅 场外 大帅 霸场 一系列意外事情发生 台向台下 台上台下 各色人等阴差阳错 命运勾连在一起上演了一出 就是黎原的荒诞喜剧 从剧情来看 电影这个戏台呀 这部戏 根据陈佩斯 人家从父辈就开始演戏 陈佩斯对这个戏台的了解 我相信这个电影非常值得期待 陈佩斯新闻不断 这多才多艺 想不到编剧 现在光看编剧 我想很多人就会对他感兴趣 很多人对陈佩斯 现在称呼已经不是二子 不是二子 因为陈佩斯比我小了 比我年轻吧 我们还可以叫他二子 你不能叫 现在叫陈佩斯的叫 老艺术家陈佩斯 他现在是留着小胡子 这地方没什么头发 这地方留着小胡子 而且小胡子还 里边有点花白 特别有个性 跟调染的是 陈佩斯说话常常是非常有人情味 比方陈佩斯 他这个最近他有一个谈话 我看很多人 孩子看了之后感动 说现在这帮孩子不容易啊 完全走向市场 自己养活自己 现在的孩子是最难的一代 我看他们很难 我看起来很难 你觉得看我难 对不对 我有风了吗 我有今天啊 这帮孩子没这些啊 大家知道吗 这话好多年轻人看了说 陈佩斯大爷 我大爷 这话我们爱听 因为很多人呢 喜欢说大话 比如说年轻人 躺平 年轻人不奋斗 年轻人 猛批一通 批是对的 年轻人怎么能没志向 怎么能躺平呢 但是如果紧紧停留 在讲大道理 怒斥躺平 而无视现在一部分 年轻人真的非常之难 他们在没本事 没资源 什么都没有 也没有爸妈的背景情况之下 背景离乡 然后就面临生存压力 在这个时候 你光给他施加压力 那你压力太大了 他怎么办呢 陈佩斯看到了 现在年轻人之难 并且呢 他说我有俸禄啊 我没他们难哪 是他们难哪 是吧 所以陈佩斯这个话呢 特别暖人心 他说 我见过一个 只有一只胳膊的年轻人 骑着三轮 电动三轮 送快递 他说 这场面 震撼了我 过去好几年 我历历在目 你看陈佩斯的形象 一个让你笑的人 他表现出 一种悲悯 让你流泪 喜剧啊 就是欢笑和眼泪交织 透见一颗高贵的灵魂 这才叫喜剧 这大师的喜剧 而不是那种耍怪的 我们隔壁王呢 他说耍狗驼子的 那些搁着 搁着别人 甚至呢 低级趣味的那种 这种所谓喜剧 大家知道喜剧呢 喜剧最优秀的演员 陈佩斯曾经很多年 与某一个最大的平台交恶 然后呢 陈佩斯很多年 就不能上这个平台当中 最大的 那个夜场秀 这事都知道 具体原因 我不愿意多说 我也不愿意 因为这事跟我没关系的事 虽然我认识陈佩斯 哎 我告诉各位 陈佩斯这人有才啊 陈佩斯曾经发给我一个 那时候还没手机的 还没有手机 没有微信的时候 他发给我一个 他写的小令 写词 那写的相当见水平 相当见水平 你看 他如果不写着陈佩斯 客客气气 还叫我指教 我根本就不相信 是陈佩斯写的 陈佩斯不但写剧本 写作词 而且陈佩斯写传书 我只会每天趴那 描格子 我写小 小凯 人陈佩斯写传书 那当然了 陈佩斯 那书法水平 没法跟王席之比 陈佩斯呢 那写词也不如苏东坡 但是对于陈佩斯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艺术家来说 他那种奋进和追求的精神 一大堆的积攒和努力 之上浮出来的是 他的喜剧天赋和才华 这一篇文章 最后一篇文章 大家可以说 还能够 那我们要 这篇文章 我们要 这篇文章 我听到 到 我们要 那 我们要 理论性的问题 没有把一大堆大道理 表一个态 然后占一个胃 然后呢 做一张脸 不是 陈佩斯这里面谈到很多喜剧 规律性的东西 具有对当下 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 特别巧的是 昨天中午 我跟这个江坤老哥吃一顿饭 我跟江坤老哥吃一顿饭 也说了一些关系 喜剧方面的事情 江坤呢 我跟江坤吃饭 是跟人道歉 道歉啥事啊 说来话长 四年前 北京一个著名的大学 叫人大 人大 人大呢 搞了一个 搞了一个这个国画院 国画院就聘了一帮的社会上的人士 去当兼职教授 我铁列其中 跟江坤大哥一样 被列为国画院的这种 这个老师叫兼职教授 我三十多年前 三十多年前 一八十年代 我就在学校里教人家写字 我写的不好 但是基本功还稍稍有那么一点 所以请我去 我也没觉得是特别抬举我 但是没想到这事结外生之 江坤台上讲完了之后 我上台去讲 讲了之后 场面热热闹闹发了批书给我们 我们端着在那热闹一番 没想到好出事了 正好这学校校庆期间 校庆你知道吗 就俩事 别怪我说话难听 一找大官要脸 二找大款要钱 正巧这时候有一个过去啊 他就看司马南不顺眼的人 他说像司马南这种五毛 如果他到人大当教授的话 告诉你 我一分钱不绝 我联合签名 一分钱不绝 我以后再也不回人大 好家伙 在这种压力之下 其实一共也没几个人想要 十个八个人 他们在一块嚷嚷你痛 但是呢 人家有人心里边有一种 啊 慌乱 于是乎就做了一个决定 以程序瑕疵为由 把司马南江坤等人的聘书 就给收回去了 本来只针对司马南的 江坤大哥跟着吃了高闹 所以呢 江坤大哥 这 就不知道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哈哈哈哈 我当然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我昨天把这事 跟江坤大哥说了一遍 江坤 他新写了一本书 江坤自述 送我一本书 江坤自写的很好 就这么一个事 喜剧这个东西啊 有些共通的东西 但是我们今天的社会 特别需要喜剧的时候 我们今天的喜剧呢 是良又不齐呀 过去像吃面条 这样大家熟悉的 这样的小品 主角配角警察小偷 还有什么 新疆腰串 新疆腰串 羊肉串 这样的作品 现在真的是不多见了 所以什么怀念好作品呢 1999年的时候 陈佩思连同那个朱石茂 老茂突然间 你在那个 你在最大的那个晚会上 你看不着了 什么原因呢 说来话长 按照老茂他们自己的说法 那就是市场上 1997年突然出现了一大堆 VCD在卖 这些VCD呢 是某一个公司发行的 这个当然是那个大平台的公司发行的 这些事没跟演员打过招呼啊 也没有任何板费啊 然后两个人拿着的光盘呢 就去找这个公司理论 理论完了之后呢 对方说 道歉道歉道歉 道歉归道歉 以后你再想上晚会 你懂的 就这么一回事 到了1999年 陈佩思再次发现市场上 还有这种VCD 那时候DVD都没有 的 VCD发现 然后又一子诉状 把这个某平台下边的某个巨大的公司 就给告上法庭 要求对方赔偿 166元人民币并公开道歉 这就是过节 然后呢 陈佩思作为一个最优秀的喜剧演员 就没有机会 在这个平台上露面了 所以敢问平台是谁的 谁觉得自己没面子了 谁觉得自己废管子被枪了 然后你就可以 那当然了 你可以说陈佩思出时帽 你们这么多年来 你们就没有相应的作品 所以才不让你上的 那当然 这事到底怎么回事 就在具体说了 陈佩思是一个一直扎根在泥土当中的人 他特别低调 比方说 别人记者问他 说你是小品 小品之王了 陈老师 您是小品之王了 大家都喜欢您 你那个 这些作品堪称伟大 就采访都戴高帽嘛 你知道陈佩思说什么 陈佩思说 别这么说 喜剧啊 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演员越卑微啊 观众优越感越强 所以才能够形成个巨大的视差 陈佩思和很多很多的最广大的观众 形成相望于江湖的这些年 他的这种高级一再被翻出来 被抖落 一再被诠释 记者说 那你说有没有成一个伟大的喜剧演员 你有这个理想吧 你猜陈佩思怎么说 我不想 我从来 从来不想 好好做一个艺人 好好做好每一场演出 谁没事总想伟大呀 我才不去做伟大呢 你伟大 这话不是说陈佩思呢 他拒绝伟大 而是他对于那种呢 唯伟大 把自己扮演成伟大的人 他有一种鄙视 这种表达本身就是喜剧表达的方式 所以有人说 陈佩思是一种充满彭克精神的人民艺术家 更有人说 这个在周星驰都不好笑的时代里面 周星驰人都不笑了 无厘头笑什么笑啊 刚开始傻傻的笑 笑傻了之后 笑不出来了吧 现在看周星驰 很多人是不是觉着 没什么好笑啊 笑点没了 但是人们还是想看陈佩思 人民需要陈佩思 这个评价 我觉得比陈佩思是个伟大的喜剧演员 这个评价一点都不差 陈佩思 他这个文章很多人都注意到了 我一个朋友说 那个陈佩思 你看陈佩思怎么样 陈佩思人民日报写文章了 他文章当中对喜剧创作呀 对喜剧创作当中 不注意结构问题 不会讲故事的问题 只用无厘头的那种所谓的包袱 来解决故事中的矛盾冲突 想着怎么样抓包袱 挠人痒痒的这种 这种不好笑的喜剧 提出批评 我说我注意到了 我当然注意到 对吧 你说演员 你不好好去结构故事 那就叫什么 叫本不倒置啊 那就是表演当中的急功近利 鲁迅说 所谓悲剧啊 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 给人看 喜剧是个什么东西 喜剧就是把无价值的东西展示给人看 然后表现出价值来 陈佩思这个人 我觉得他有很多像样的哲思 人民日报发表他的这个文章的时候 是放在某一版的整个这个 这个大半个版 大半个版 我是 我知道今天保持天天读人民日报的习惯 所以我第一个发现了 陈佩思这篇文章 昨天我就想 昨天来不及了 陈佩思他这个文章 我觉得行文呢 非常正 范尔特正 用演戏的话说 陈佩思行文一点不小品 他行文范尔特正 比方说陈佩思原本 这么说 他说好的喜剧啊 不仅靠表演 他一定建立在扎实的文本的基础之下 所以喜剧创作者要表演精进 更要关注文本 演过那么多的喜剧 我最大的感受是 虽然喜剧引领人发笑 是这么一种艺术 但其内核是摆脱困境 就像滑稽这两个字 滑是光滑滑润 滑稽的忌 它呢是指困境 这个词有摆脱困境之一 摆脱困境是角色行动的内趋力 有了内趋力才会行动 形成行动线 所以在创作之前 首先要把这个内核想清楚 想透彻 讲的太明白了 对吧 陈佩斯又教导我们说 合格的喜剧剧本啊 通过不同的角色组成相背的行动线而发生故事 这话心想很大 合格的喜剧剧本通过不同的角色组成相背的行动线而发生故事 对经典喜剧来说一个主体故事往往穿插了很多角色很多行动线 他们叠加在一起互为因果 拿建筑作比喻 只有有不同材料的相互的支撑才能不断的延展加高搭建出一个摩天大楼来 如果只关注一幕一幕的表演而不讲究结构搭建 即便有再多的建筑材料也只能搭成一个单独的小架子 而不可能凝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诸位 这都是非常深刻的 极有内涵的 建立在无数表演经验基础之上提炼出来的喜剧理论 陈佩斯教导我们说 喜剧创作有不同的层次 最粗浅的是模仿差异 因为笑的行为与视察很大的关系 这包括角色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视察 也包括表演者和观众之间的视察 而有了视察之后 观众在编织出关系网中精心的绕夺走闪 观众就会产生自己的思索和价值判断 进而产生笑点 这样充满智慧的喜剧才是高级的喜剧 陈佩斯还教导我们说 喜剧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度的把握 幽默的产生需要打破固有的秩序 但这种打破是有条件的 你不能违反社会公序良俗 有一些粗俗的粗鄙的 鄙漏的喜剧 往往会引起别人的反感 就是因为这一点他没有处理好 在长期的喜剧表演当中 我还有个体会 观众的笑是需要练习的 比如观众在看小品的时候 观众知道这是一种幽默的艺术形式 自然而然的会放下顾忌 放声大笑 但如果在剧场看喜剧 就会感到严肃笑不出来 当一个喜剧包袱出现的时候 观众首先左看右看 看别人笑没笑 隔壁王奶奶常说 傻子过年瞧街坊 这不是山菲斯的话 是我的话 观众左看右看观察 别人笑没笑 整个剧场好像被一个绳子 紧紧的绷住了 这时候突然一个观众忍不住 哭哭哭笑了 发出哈哈哈哈的笑声 观众才放心的笑起来 由此可见 喜剧人要设计好包袱 要把握好尺度和节奏 带着观众养成笑的习惯 与观众频繁互动 打磨喜剧精品 陈贝斯说的多好 陈贝斯还教导我们说 喜剧创作者要通过技巧方法 讲述 把故事讲述和人物的行为 等思想性结合起来 达到艺术作品的高度 表现思想 有机统一的 千万不能把目的当成方法 有的喜剧创作不重视结构 不讲故事 仅仅用无厘头的包袱来解决 故事中的矛盾 这就是抓包袱 就挠人痒痒了 你看除了几个包袱之外 中间的故事立不起来 这就会成为问题 创造笑声是创作者的出发点 但不是创作的手段 眼里只有包袱 不去好好的结构故事 我觉得是本末导致 也是导致演员表演上的急功近利 陈佩斯文章很长 再跟大家说一段 陈佩斯还教到我们说 很多演员的眼睛里面 没有人也不感受对手 在各自的场景里表演 观众很自然 很难发笑 因为你不自然 你觉得很生硬 有什么好笑的 喜剧创作一定要谨记 作为一种大众文艺形式 喜剧是为观众服务的 喜剧创作者要有良好的心态 摆不正喜剧创作者和观众的位置 只会让观众尴尬 自己也尴尬 陈佩斯不是只会讲理论 他对当前很多事情有看法 都是当前的喜剧舞台 影视喜剧综合喜剧新作品 不断出现反映了社会需求 但是这三类东西是不一样的 然后他就讲舞台喜剧 综合喜剧 然后影视喜剧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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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 讲了很多具体的东西 他说我之前在屏幕上演的一些小品 都是经过上百场 和观众真实切磋打磨之后 采取镜头前表演 然后讲自己过关 斩六将 然后走南闯北的经历 简单说 陈佩斯是我们大家喜爱的演员 陈佩斯是一个有功力的演员 陈佩斯是一个有功底 有理论思维能力 并且有社会责任感 从来没不喜欢把自己装成一个 扮演伟大 弄一个虚实的面孔 在别人面前冲大个儿了 大一巴狼式的演员 他从来没这个念头 所以我们喜欢陈佩斯 人民日报 可以跟陈佩斯约稿 我看这种水平的文章 多等等 大家喜欢看 我们也希望陈佩斯 能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感谢观看 下次见